台开子公司台创新天堂乐园将在25号恢复营业 不过24号上午的11点左右 就有部分的员工带着34份的联署书 前往华联宪议会成情 希望台开能够妥善处理欠薪以及垫付款项 而员工们还一度难过的相互拥抱打气 而接下成情书的议员李秋旺则是表示 台开经营权之争已经底定 董事长邱玉宇应该要出面解决 向永耿业台开员工20号上午前往华联宪议会成情 对新天堂乐园将恢复营业 他们给予祝福 但是难过的是他们不仅会接获开工通知 还被急欠两到三个月不等的薪水 还有一些员工颠付款也没给 让他们升级发生困难 每对公司不复薪水不协商也不知钱的做法 只能够前往华联宇会成情 时间是已经拖很长 那如果说公司其实一路来我们没有看到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也不晓得 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开业 那其实时间拖得太长了 也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意愿再回去 还是公司愿不愿意叫我们回去 因为口头是有听到说 永不入用这些协商的人 那是不是真的永不入用 我们说真的也不敢去征询 因为其实依线有的状况 我们确实就是希望可以拿到 我们该有的基欠的薪水 很想要工作权 可是没有人来理会我们 我们替公司做成这样子了 我们都很想哭了 谢谢李秋旺收下诚情书 市民代表韩丽媒也前往关心 李秋旺认为台开为上市公司 经营权之争也已经底定了 董事长确定为秋雨云 而新天堂乐园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之下 为全国打卡率最高的地方 因财务问题停业再恢复营业 员工和地方都给予祝福 但是这种也应该展现其他良心 面对员工签心以及资钱等下的问题 市民代表韩丽媒也前往关心 要解决员工的薪水 没有拿到薪水的问题 没有拿到资钱费的问题 我想在议会的这个场合 我们也希望透过媒体 让台开的清零高层 知道开开旧员工的新身份 那也希望能够尽速地 来解决他们的困境跟问题 邦县政府社会处劳资科长 邦压力表示 县府在4月间 接获21人要求劳资调节 也召开3次调节会 劳方要求给付薪资 以及带电付款 总计为432万元 其中资方有出席一席 双方也完成协商 但事后资方未旅行 5月份的部分 我们总共也召开了3次的脑制争议 调节 那总计劳方是有19人参加 那请求给付相关的薪资 之前费及带电费用 总共是285万余元 那在5月份的调节会上 其实资方也有派员出席一场次 但是因为他们说 他们的负责人变分 以及大小张正在 就是跑那个经济部的流程 县府社会处 劳资科长还原力表示 有参加劳资调节的劳方 不论是调整成立 但是资方不履行或调整不成立 建议劳方走法律疏伤的途径 有允住民身份者 可以向法府请求协助 目前坦开经营前资深已经顶定 务赖也会将一主管机关的权责 针对资方违法的部分 积极地进行处理 记得继续华春郎